感觉第一 抢得先机 郁达高中校长刘玉莎与省武科技大学校长陈奕文 以及产业界代表共同进行启动仪式 宣告郁达高中正式开设全台第一间 宠物造型设计实验班与新媒体影视设计实验班 将提供更多技术训练与实务课程 并与国内科大及产业界互相结合 让学生未来升学或就业都能更加顺利 在宠物的整个经营市场 还有新媒体资媒体元宇宙的发展的过程里面 它的职场的一个趋势跟市场人力的需求 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共稀的落差 那也就是我们在教育部所定的一些课程纲要 还有很多的一些科系的一些正式的成立 速度真的跟不上我们产业界的变化 那也就是说我们具体来讲 今天我们郁达成立的这两个双实验班 在整个的一个教育部的高职技术型高中的课纲里面 是没有这两个科的 更没有所谓的课程标准 也没有设备标准 也因为这样子我们觉得一定要抢得先机 尤其是在市场上面这么样需要的话 共需出现了一个强烈的一个失衡 如果我们技职教育能够多做一些 那是不是满足了我们职场上面的一个需求 最重要的我们给我们的孩子有个专业的培养之后 他更能够有更强的竞争力 去拓展他未来的职场的一个生涯 我们又有很多很多 友好的一些科大端的一些伙伴 他们其实已经在科大端有很多的相关的课程 也因为这样子 我们又运用了科大端的大手牵着我们的小手 再把他们掌握到的一个产业的资源 又带到郁达高职这边来 在正规教育里面有很多东西 他其实无法以现在赶上我们时代的一个趋势的改变 唯有一件事情就只有成立实验班 我想各位都知道实验三法的通过 他其实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解决 我们在教育上的一些漏洞 那个漏洞就是赶不上时代的趋势 所以实验法就在实验教育里面 刚刚刘校长也讲过了 他的课程的设计他可以跳脱 所有在原来的框架之下 而且主要的一个设计是为了跟业界去做直接的接轨 实验班课程设计结合校内与产业界资源 培养专业技能缩短产学差距 让学子在就业市场抢得先机 那在宠物造型设计实验班的部分呢 课程的特色呢 其实包括我们展示区里面的宠物美容 宠物周边商品的设计 那周边商品设计的话包括他们的服饰 他们的领巾还有帽子 这些相关的周边商品设计都是我们的特色课程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其实我们整合校内现有的资源 包括宠物的美食 宠物的零食 还有呢 宠物的影音 综艺 还有包括我们宠物的游城规划的部分 这些都是我们宠物造型设计的一个实验班的一个特色课程的部分 那针对新媒体的部分呢 学校呢 做好准备了 学校打造了一个导播室跟专业的摄影棚 那我们希望新媒体的部分呢 能够整合我们最新的一个科技 包括3D数位设计 还有呢 包括元宇宙的概念 VR AR 这样子虚实整合的一个课程 都未来会在我们的新媒体设计的实验班里面去做一个教学 现场产业界代表也分享目前产业资讯与人才短缺现状 对于育达高中能够率先成立实验班都相当期待 会比较常遇到的就是无法就是 学校与学校交的可能比较没有办法跟职场去接轨 那也造成很多孩子他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可能改变了方向 那我们企业也流失了人才 所以今天实验班的成立 我们很期望说在这个就是学校与企业产业的那个无缝接轨 针对各学校派出来的学生呢 我们也会安排在有专业美容师带领的店 所以学校也不用担心说是不是就去当存住呢 我们绝对会有一个接待性的技能发展 然后去给各学校去做一个交代 这样子的一个影视人才我们希望可以再往下扎根 再往下像高中的部分的话像我们的育达 就成立了我们非常优秀的新媒体实验班 所以呢希望我们的醒无三令影视学院 有机会在未来可以跟预达的新媒体的实验班 再度的紧密结合 让这些小朋友从高中就已经有专业的媒体的素养 进入大学我们再真正的给他更多的一些职场的教学 甚至直接进入到电视台做实际的操作 这样子的一个紧密结合 让学生从高中到大学甚至进入产业界 无缝的接轨 那未来我们应该就会有更多优秀的影视人才可以去做选用 预达高中宠物造型设计实验班与新媒体影视设计实验班 将于112学年度起开始招生 提供对宠物造型与新媒体有兴趣的学子 专业学习的机会 记者临习会台北报道